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足以令很多人的借贷是立刻要被参加 不至于这样的地步 如果不是立刻被银行和证券网 照算不拆都可以 看你加多少 如果本身的息口很高的 借贷成本已经很贵 如果再低一点上去 当然这个问题会相对明显一些 但是如果本身是零息的话 加一点点多 或者是负息的话 加一点点多 其实这个是不足以令这些东西拆仓的 这个是一早都想到的 是市场讲嘈了 所以有时不是听别人说 或者看什么大行说 说完就自己拿来害怕 你自己想想 究竟加息的幅度是否足以发生这件事 有什么条件才能拆仓呢 如果借贷是做到很尽的 你本身的压力测试是不过关的 或者拆起仓上来 不止是息口上升那么简单 连资产都突然间大贬值 你通常可能是借了银买股 日股这么说 不止是日本只加息 同时日股大塌 那你在资产负债表的两边同时发生一升一跌的情况 那两个东西撞在一起才比较容易出现资不抵债 或者短期来说 你的资产负债失衡的情况 如果你单单一边是纯粹加息 又不是加多 你首先日股没什么跌过 那如果你借银买日股的话 日股没什么大塌 其实触发那个所谓拆仓潮的可能性就不是那么高 那当然如果日股塌 塌上来人就怕 怕会扔 一扔的时候 有些钱就会回到cashback 回到日圆的时候 那个日圆就会夹升了 夹升的时候 那你可能接着又会引发了循环 但是这个本身是跟加息的关系人不那么大的 如果你本身来说是央行的政策利率 他只是加了一口 那就一口了 但是如果你在拆的过程里引发了一些叫做连锁的反应 那个连锁的反应制造了一些市场的流动短缺 令到那些短息夹上去 那这个是另一样东西 就不止说资产跌 即是股跌回升同时都会夹升短期食口 那这三者同时发生 那个恶性循环是更加明显的 但是发不发生这个很难预测 等于很多天灾人祸 这些东西是不可测性的 很相当高的 第二条问就是日元carry trade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徹底变化 不是的 因为日本的息口仍是比其他那些低很多 就是除了跟瑞士比有些距离没那么大之外 跟其他那些仍是有4-5厘的距离 有4-5厘的距离其实是足以产生的carry trade 就算你纯粹说不买其他东西 一个很高低息的现象都会发生 这个很实在 譬如你买一些西方的主流货币 坦坦你4-5厘 现在你日本资是真的0的 或者0.1而已 那个carry是相当阔的 所以这个仍然存在的 第三条问就是 问我估计的大户借日元买得最多的会什么资产 应该是日股 你拿日元来正路就是买日股 另一个应该买楼 都是日本楼 总之是日本东西 不然你拿日本资产做什么 对不对 所以正路来说就是日元来买日股和日楼 但是日本楼你也知道买得很麻烦的 所以额是会大 你买一层楼 那个银码不会小 但是是不是很大量的资金多过日股呢 我不敢说 因为日股那些你进去出来都容易 你又不用一个人走过去 但是如果你说买一层楼 我想你怎么也要有些程序 不是三多个月内很短时间可以做到很多东西 再问就是最近留意股神巴菲特发日元债 是不是连股神都认为原来底不远 我不知道股神怎么想的 你问他就好些了 但是我认为如果你的息口都是预期不会高得去哪里 就是用那只货币去发债这个 古不古神也好都是一个合理的做法 就是你现在你美金发债就整条U-curve都说了四五厘了 你坐底要四厘了 如果你日本发债你披的 是很低息的 差不多零那头 那你计完回价之后随便有精便可以了 当然你走过去发日元债你会输回价的 如果你因发债的时候便宜了四五厘 那美国都会减息的 你因了美国减息之后 可能至少都便宜了三四厘了 那你又因了日元回价那里输不了那么多 那你就可能在那个位置做事 就是汇价不用怎么输 拨他三中又升 升回头 同时间那个零息 在零息那个位置你发了一个债 那你下了一个低成本 那你对发债者来说是一个挺正路的做法 这个等同前几年美国很多人发债一样 你美国还没加息之前 在零息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发债 那个时候你看到他发完债之后 那个美金又强了 息口又贵了 那他就下了一个低息 第五条问最后一条 就问这个给美元日元铁底 最低会去哪里 我猜如果美国真的衰退也好 他不敢减到零 他最近的口气都已经很清楚了 即是那些息口不能回到疫情前那些零息的水平 那减不到零 如果你真是糟糕那只可能减到两三厘了 我猜这个是 我猜现在看都是联储局不敢做得很尽的情况 如果你减到两三厘 对比现在的美日本息就差不多零了 就是剪了半 那你在剪了半的息口的过程 就是你过去由美金零息到加到五厘多 就是日元由一零多走到一五厘 这五十格里面缩回一半 缩回一半 就是大概一二厘一三厘那里 就是一二厘那些就应该是贴底了 那所以 其实你现在有时候阶段性那个日元拆下去都会穿四厘的 一三厘那些会看到的 那这个是 就是美国未正式减息 未知的真是最终会减多少 还有日本未正式加息的情况之下发生的 但是如果你说美国真的正式减息的时候 其实日本也都不会很有压力加息的 虽然大家一起虽然的 你假使如果这件事不是这样发展的 你说虽然不出的 走回头 美国甚至要加息 就是如果通胀再回来 那件事就一分钟倒转说 就是直接是息口拉阔 息口拉阔的话 那你当然 息口拉阔也都不是说 只是美国要加息 如果通胀回来 也不是只是美国有份 日本也有份的 当日本也有通胀的时候 他都局加 但是看样子 可能你拍着美国加 至多 未至于速度快 那你拍着他加的时候 我息差可能大致上稳定 甚至美国加得快一点 拉阔一点 不止拉阔很多 所以现在的估计 要么通胀如果真的回来 没有衰退 那美元就远向上 息口拉阔 但是如果反过来说 美国衰退去减息的话 那你可能减净了两三厘 那你减净了两三厘 那你以为银是拆尽二三厘格 二三厘格你一五领拆下来 就是说一三零或一三零低一点 大致是这样的 如果有问题就在下面留言 下个星期再见